在警戒線內吸水的話 我想應該就會有一個比較安全的做法 再來就是 救生子 對不起 再來就是救生子體模式 我在昨天一到現場的時候 就跟他們討論 市長謝國良在基隆市議會被尋報告 三死溺水意外案時 不禁悲從中來當場淚灑議場 忍著悲傷情緒邊錯棄邊報告市政府 預定提出再度暫時開放大五輪沙灘的 六項檢討改善想法 如果民共 一時之間有議員高喊市長加油 這是意外事件市長不必太自責 鼓勵一下我們謝市長 不需要自責太深 目前我們大五輪沙灘的管理辦法 是沿用前朝 從張市長任內開始就是這樣做 評估之後可行的話 是不是可以把警戒線再內縮 當整個安全性夠的時候 再來恢復原有的警戒 再來最重要最重要的所有的警戒 我想我們也不願意看到市長剛剛那麼的自責 我想如果真的有民眾在晚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一時不注意或是太高興 而超越了警戒線 那麼我試問我們的公權力在哪裡 救生員 救生教練 也都一直在 當場的所有的遊客也都看到說 有這個救援事件 有出了這個狀況 但是當天 這些遊客有沒有離開 我們的救生教練 就算請他們離開或驅離他們的時候 他們有沒有聽從這些救生教練的規勸 離開我們現場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要跟市長建議一下 我們這些救生員教練 到底有沒有這個權力來請他們離開我們現場 或者是有這個權力請他們不要下水 也有議員認為市長真情流露 但是身為基隆市的大家長 需要在此時此刻扛下責任 我們看到市長真情流露 但是我也要提醒 遇到這樣遺憾的事情 會難過會動容 甚至長情大家都會如此 但市長我們需要你做的不是只是一個一般人 你是這個城市的市長 所以你該扛起的責任 這個才是你專為市長 應該在此時此刻 更在意的事情 當下接到訊息的時候 你到底做了什麼 而不是憾事發生了之後 再來議會覺得說 我身表遺憾 身表痛心 這是三條人命耶 這是三條人命發生的事情耶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重點不是在於我們到底要監討什麼 而是重點是 我們在於這樣的一個事件 我們是否在面對所謂的危機的時候 我們的危機能力 處理能力到底在哪裡 所以這個才是 我覺得今天應該 應該明確來講的 因為今天不只是可能 大五輪沙灘會發生意外 在其他 甚至在颱風的時候 我們也有可能發生相關的意外 市長我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是為什麼我們要封鎖 我們的海域七天 所有的海域七天 這件事情 它的科學根據在哪裡 我剛剛的發言 也有提出疑問 在封鎖海域七天 這個科學根據是什麼 難道我們要請道士來進港嗎 來進海嗎 還是我們要做其他的祈福儀式嗎 這七天它的依據是什麼 市長其實已經提到很多 我們這幾天 正在準備處理這整個 外木山安全的問題的方案 我想有專業的團隊 一起來協助 應該沒有問題了 但是 我希望市長可以納入我的 剛剛提到的一個建議 相關的商家 他所受到的影響 我們市府會怎麼樣來溝通 來協助 我希望 讓市府可以重視一下 周邊商家的權益 由於市長謝國良提出 市政府再度暫時開放 大五輪沙灘六項想法 會再跟市政府團隊開會後 才能做成最後決定 因此基隆市議會議長同志委 在聽取議員質詢後 先做成決議 請市政府通盤檢討 基隆市所有水域安全 避免漢事再發生 請市府參考議員建議 通盤檢討 本市所有水域 尤其安全及救援應變機制 避免漢事再次發生 記者 吳俊松 基隆報導